大家好,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PHP自动加载类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MySQLi这个扩展的安装以及使用 好,下面我们开始 如果我们想要在正在运行的PHP上增加这个MySQLi扩展 基本方法它是跟安装其他扩展是一样的 就是不用单独再下载这个扩展包了 我们的PHP安装包里面就自带了 找到我们当前PHP运行的版本 在圆码的目录下面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ext目录 它下面有一个MySQLi这样的一个目录 我们找到这个目录 就直接在里面直接config一个Mac,makeinstall,对吧 来,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以PHP-5.2.10为例 那我们解压完之后 我们就进到这个目录 对吧 然后进去之后呢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应该说进到它的ext 然后MySQLi目录 那就跟安装其他的扩展是一样的 首先 首先 指定它 对吧 生成我们的这个config 然后 在生成config的时候 我们就要 这里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的位置 PHP-config 对吧 然后就是我们的pass to PHP-config了 然后再次 因为它是MySQL嘛 我们肯定要MySQLi 对吧 然后 再到pass图 就是具体的路线 这个pass图就是一个具体的路径 是MySQLi目录 这个路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 不一样 对吧 那我们这样config 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make make run完之后呢 我们就make install 我们在make install的时候 注意中间有没有爆error 这个注意一下 有error 我们就要一一解决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OK 然后执行这个make install之后 基本上它就会提示一个路径 就是说安装在某个地方 那这个路径里面 中间会有一个extensions 然后什么no-debug 对吧 这个都 这是一个扩展的这个路径名吗 对吧 当然前面会有一些东西 这一个路径名 然后 相当于这个时候 这个扩展就已经帮我们放到固定这个扩展目录了 那我们紧接着我们就要编辑我们的php rnr我们在里面找到我们的这个extensions 然后等于这个mysirclei的这个 是mysirclei不是mysirclei不是mysirclei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php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php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abach 是吧 是吧 重启完之后 我们执行我们的php 然后加钢m参数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mysirclei 这个扩展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整个这个过程就跟装其他扩展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自己带的有这个 原本里面带的有这个扩展 对吧 不需要单独再下这个扩展包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mysirclei这个扩展的安装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大概了解一下它的使用 mysirclei是之前这个mysircle的这个增强版本 mysirclei类的这个包含一些常用的方法 它的这个类的使用 跟mysirclei使用类似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实例 我们看这个实例 首先它是new了这个每个列阶 对吧 newmysirclei 然后接收host username password tpnet 这跟我们这个mysirclei列阶数据库 类似 对不对 然后 他这里 他启动了这个事物 那首先他创建了一个表格 执行current方法 然后将我们的自动提交去掉 然后再执行 然后再执行往里面插入这个数据 再再提交 对吧 就是自动提交 我们测试为force 然后下面 他直接执行 撞进一个表 表里面插数据 然后直接执行 然后我们把新插入的数据的这个ID 打印出来 然后再执行 我们删除一个表格 对吧 再把这个列件关掉 这整个看起来 就跟我们的这个mysirclei 是类同的 只是这里有个autocommet 以及commet 对吧 好 这一刻我们就讲到这里了